大家好 我这一颗杜鹑花 原来也是跟这个杜鹑花一样 叶片瘦瘦小小的 施肥 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 结果给它使用了两次这种二美林之后 现在新长出来的叶片又粗又大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是新长出来的叶片 之前的这些老叶片瘦瘦小小的 就像这一颗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说像这种状态的杜鹑花 我们给它施肥越多 那么它就会越容易烂根 因为像这种状态的杜鹑花 它的根系受到一些细菌的感染 所以说 这个时候给它使用这种二美林 来进行涂养杀菌 让它的根系变得更加的健康 而且这种二美林 它被植物吸收 吸收到根部之后 它会在根部移动 在植植中代谢出两种元素 那么这两种元素 对于杜鹑花的根系 有着提高生理性的效果 从而促进根系的生长 让它达到快速的暴涨新根 那么新根长出来了 这个杜鹑花能正常的吸收 土壤中的一些营养 才会让它长出来的新叶片 更加粗 更加大 所以说当我们发现 自己养护的杜鹑花 长出来的新叶片瘦小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给它施肥 一定要用上一两次这种二美林 来给它进行杀菌杀毒 促进它的根系生长 这样的话 自然它就会吸收到土壤中的一些营养 叶片就会长得又肥又大 后期开花才会多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